既然要清潔這個爐頭,特別是這些位置 因為你煲東西時,有些食材的食材流下來 然後燙在這裡,就印成一個圈 因為我長期都有清潔,所以不太嚴重 這些就示範給大家看怎樣清潔 在這裡比較有一疊 好了,大小姐,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它 用水擦一擦 我們就出動這塊神奇海綿 這塊是翻版的 如果太髒,就用清潔劑 但這個我看這麼簡單,應該濕水就可以了 我們就這樣濕水 你看看 我們每次好像介紹茶 不要用力壓住它 因為期間一定有水分才行 水是做少許潤滑的作用 抹一抹就已經乾淨了 除非是很骯髒的那些 就可以加少許細潔劑 根本上現在已經乾淨了 當然日子有功了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有一個千年 你摸下去它是凸起的 有一個千年已經形成了一層硬的東西 我覺得是應該用刀片濕水 濕了水 倒水也不怕的 這些位置是防水的 有水在這裡的時候 用刀片三十度割 慢慢刮一下 是可以刮走凸起的東西 然後再用這個砂紙 試半功倍 但好像現在我們的個案 太簡單了 於是就直接 直接這樣拆 但記住 這個不是你在Dollar Store 買到的沙紙瓣 那些是沙紙瓣 那些是沙紙瓣 不同的 這個是幼細很多 這樣就會乾淨了 再抹乾一點 其實對女士來說 根本上用這塊 什麼污漬都可以 涼 因為本身的玻璃 玻璃是夠硬的 加上水分 你看到這樣輕輕燙 就不會將它搓花 其實大力也沒問題 不要啦 那些人知道 強勁大力就不好了 總之你有經驗之後 你就會遷就到 應該要多大力 總之很容易清潔 用這個 爐頭就是用這個 我現在摸下去 全部都是平滑的 不會有任何凸起的東西 但這些花就不能好說 這些花就是我們的鍋 如果要拋鑊 或是在這裏 拋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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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拋鑊 就小心一點 當然 大家可能最多用的爐頭 就會出事一點 其他的爐頭 你沒有那麼多用 它會少些花 這個出井陸最高的爐頭 是啊 給大家看看 乾淨了 基本上是用清水 我們用清水清潔就可以了